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猫 昨天生日过完了 今天我婆婆说是她帮我看一看孩子 让我老公带着我来 出来吃点好吃的 我俩单独约会一下 所以我俩今天又出来先吃个饭 其实现在也没有啥地方能去的 吃个饭随便逛一逛 然后就回去了 我老公他刚跟我说 在这边来主要是吃面的 刀削面 然后等会放到这个汤里面特别好吃 听说还是个连锁店 我爸我那儿麻烦你摸过哟 那我爸给下吃给 我们吃的这一种就叫虾不虾不 应该就是火锅 但是在韩国这边 我们中国火锅 还不是最有名的 最有名的是越南火锅 那种越南火锅店就特别多 我第一次来吃的时候 就简直惊呆了完全是清汤 我就完全不知道这怎么吃 这有啥好吃的 但是吃的人就特别多 而且还得预约的吃 这两年在韩国就突然麻辣烫和火锅 就比较流行一些 哇真没想到还挺好吃的 哇好吃吗 滴烫吗 嗯 我真的从前来到这一年 都很不同了 对吧 对吧 从前来到这一年 就酷的男子 酷的男子 现在吗 现在是冷静的男子 然后是比较温暖的 如果是比较温暖的 现在就是冷静的男子 对吧 对 为啥我那么说呢吧 我就觉得他在结婚之前的时候 就特别冷漠的那种感觉 就谈恋爱的时候特别高了 但当时因为我知道 别的韩国男人一般是 和女朋友约会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当时觉得他还是挺大方的 就愿意每次吃饭的时候掏钱 因为当时我们学院有一个老师 也是找了韩国男朋友 他男朋友就跟他大概处了一个月以后 就分手了 分手的原因就是因为 那个女孩经常不掏钱 不请客吃饭 就不结账 恋爱期间然后出去的发酵 就是由那个韩国男孩去负责 这个男孩就觉得跟着女孩就是出不了 所以真的是 韩国就算是男女朋友之间 有的人还是算得特别清楚 就比如说吃饭的时候 age应该也不太可能 就比如说这次我请了你 下次你就得请我 如果让我一直请你的话 我就不愿意 就得跟你分手这种的 钱的时候就是 总是感觉我俩之间距离很大的那种 而且结婚之前 他经常买的都是一些名牌的东西 而结婚之后到现在 就从来没有给自己买过名牌 一般都是把钱攒下来给我和孩子买 这就让我想到我公公和婆婆吧 我公公家就是条件比较好一些 因为我公公他爸爸 就等于说我爷爷 他是开学校的 是一个小学的校长 开那个小学的 家里条件比较好一些 而我婆婆家就是 条件也不算很差 但是没有他们家那么有钱 然后我公公他和我婆婆结婚以前 也是大手大脚的 然后还做生意 这和我婆婆结婚以后 就完全一心死的投入到家庭里面 我公公就是也不太经常买衣服 给自己啥都不投资 但是像我婆婆去看演唱会 然后还有现在学的一些刺绣 还有每周去学网球呀这些的 这些事情我公公也从来都没有过反对的意见 所以很多韩国男的吧 他对自己就特别抠 然后对自己的家里人 又很大方 特别是对自己老婆孩子又特别大方 到谈恋爱的时候 我老公说当时就给我 送了一个雅士兰的气垫 因为他工资啥都挺高的 我当时还觉得挺奇怪 我说这咋只给我送一个气垫呢 这人好像不是生活上比较仔细一些 现在看来 当时是谈恋爱的时候 人家就没把你当自己人 而现在是自己人了 但是生日和礼物 都给你送的更好的东西 我真的有趣的东西 我真的有趣的东西 有趣的东西吗 对啊 好 剩下的辛苦 但是在那裡 有些人就喜歡聊天 有些人就喜歡結婚 像我老公那種 就是 喜歡結婚的那種男的 聊天的時候真的是 突然間 就能把人气死 比如说他说一句话 能把人气死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就是韩国男的吧 对自己的朋友呀 这些 就特别抠 他们一般去外面吃饭的时候 比如说六个人吃的话 花了三万 每个人就要拿出来五千 然后去结账 如果是我们的话 可能一个人就结了 然后下一次 另一个人请就行了 但是在韩国这边不会的 就一般都是 如果没有人表示自己 今天请客的话 一般是所有人A制的 在这来 主要就是吃这个刀削面来了 我老公说这可好吃了 面吃完了 我老公又在这里炒个饭 我的天哪 这一顿吃得太饱了 我爸走尿啊摸个呀 当然了 我明天晚上不吃了 明天晚上不吃了 我只是心里在这里不吃了 哈哈哈 哈哈哈 这是哪一个国家的吃法 这哪一个国家的吃法 我们哪个国家要吃的吗 这就是 我老公做的米饭翻车了 这次是大翻车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会把那些都吃完 因为他对那个食物浪费简直就是零容忍 因为他对那个食物浪费简直就是零容忍 以前我们去成都 然后吃火锅的时候 我老公竟然问 他能不能喝了 回来看一下这炒着米饭现在变成啥样了 这底下都糊了 上面变成这样了 好 马西走 我也来尝一口 老伴 挺菜呢 马西走 男的还是需要鼓励的 一鼓励以后他啥事都跟干好 有可能明天还是在家里 所以中央呢 烩一个蛋炒饭 哎呀妈呀吃了半天了还有这么多呢 我把我弄整 empresas 赵 Eles 日本人 套路 原来还想吃个冰淇淋呢 它指定是吃不了的 太飽了 我觉得在那逛也逛不了了 回家睡觉 哎呀 做个生意都可以吃的 今处才够吃的呢 哎呀 太好了 韩国人 中国人 很富有的国家 吃得很简单 但是这个吃的 已经很疲弱了 哎呀 妈呀 你咋又开始上课了 我的天哪 主持人已经造成人的负担了 这剩这一点了 快吃快吃 吃吃吃 吃 吃 走吧 下 soldiers 不要吃 不得了 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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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